近日 41歲跳水運動冠軍郭晶晶作為某化妝品代言人 一身深色西裝高調呈現在觀眾面前 而霍振廷妻子朱玲玲卻被禁止拋頭露面 這一舉動似乎與霍家的女性低調家規不太相符 兩個人截然不同的待遇引發網友們的關注 為何這家規為何單獨只對郭晶晶網開一面呢? 網友猜測 霍家內部可能存在的動盪 近期 郭晶晶作為法國某頂級奢侈化妝品代言人出席宣傳會 這次高調出現在眾人眼前 依然那麼耀眼 那麼自信 而這次活動 再次郭晶晶以及霍振廷妻子朱玲玲送上熱搜 據了解 霍家家裡有一條家規 那就是家中女眷不能隨便抛頭露面 霍家之所以能夠成為香港豪門中最低調 娛樂緋聞最少的豪門之一 正是因為霍家的成員都是十分低調的 尤其是女性成員 而郭晶晶這個這次行為似乎不太符合霍家以往對兒戲的要求標準 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 霍家家規對郭晶晶和朱玲玲相比並不是例外 只是情況不同 雖然郭晶晶嫁給郭晶晶時已經是退役了 但是生完孩子之後 她並沒有在家帶娃 或者過上閒事的富太太生活 而是違背霍氏家規付出 出現在大眾面前 她雖然違背了霍家家規 但是並未丟霍家的人 她做的都是一些正能量的事 傳播的也是社會正能量 郭晶晶除了代言參加活動 還和自己的丈夫霍企剛一起去做一些慈善活動 成功提高了霍企剛的親民性 同時大家也很喜歡她 加上郭晶晶在內地的影響力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霍企剛 提高在內地的知名度 還有好感度 如果不好好利用 對於霍企剛來說將是一筆巨大的損失 更有人說 郭晶晶有望夫體制直接將霍企剛送進了體制內 之前 霍家因爭奪家產一事 風波不停 並且 丈夫霍企剛剛剛進入政界不久 郭晶晶為了丈夫顏面 兩個人搬出價值25億豪宅 帶著孩子住進普通豪宅 之後 丈夫從政之路越發順利 就連郭晶晶公共都得讓郭晶晶三分 甚至郭晶晶公共在遇到難題時 還得找郭晶晶商量 並且在問到郭晶晶生幾個時 回答也是隨著郭晶晶不強求 郭晶晶能做自己的更大的一分原因 是因為霍企剛尊重她做的決定 真心愛護她 為她考慮 同時也是因為郭晶晶自己本身就非常優秀 有自己的主見 不妥協 據報導 兩個人戀愛期間 郭晶晶還定過規定 其中有兩條說的是 霍企剛不准干擾她訓練 結婚必須等她退役後 這兩條規矩就可以看出郭晶晶對自己的事情 有非常清晰的計劃 2004年的奧運會上 霍企剛開始實施自己的計劃 預謀見面 在比賽結束後 去詢問是否可以拍照 並且詢問了兩次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郭晶晶也確實注意到了她 然而這其實不是霍企剛第一次見到郭晶晶 在那之前 她已經追隨郭晶晶的腳步跑了很多的城市 只是一直沒有正式出現在她面前 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 雅典奧運會這個機會來了 霍企剛經過精心策劃準備了這次見面 雖然是精心設計 但是表現出的偶然又不失禮數 在之後郭晶晶的比賽中 每一場比賽 霍企剛都會來觀看 引起郭晶晶的注意 依此來刷好感度 甚至會設計偶遇郭晶晶幫助她拿東西 趁機要了聯繫方式拉近兩人關係 在霍企剛的努力而有真誠的追求下 郭晶晶被打動 成為了霍企剛的女朋友 兩個人開始了長達8年的戀愛 2012年11月8日 終於修成正果 舉行了婚禮 霍企剛從不吝嗇於對郭晶晶的讚美 郭晶晶獲得比賽的冠軍時 記者采訪霍企剛 霍企剛說她很驕傲 當有人問過霍企剛 為什麼喜歡郭晶晶時 她回答 朴实 在婚禮上 霍振廷曾致辞 感謝郭晶晶下嫁霍家 足以看出霍家對郭晶晶的重視 在霍振廷和霍企剛眼裡 郭晶晶值得他們所做的一切 團宠地位顯而易見 郭晶晶作為中國體壇的巨星 活躍於大眾視野 行為沒有受到任何的限制 依然可以做自己熱愛的工作 與朱玲玲的待遇可謂是天上地下 霍振廷 霍英東的長子 他的妻子朱玲玲 在未嫁與她之前也曾是開明開放 並且曾獲得香港選美大賽的冠軍 然而 嫁給霍英東之後 她的生活並不完美 因遵守霍家女眷不能隨便抛投露面家規 不得已放棄自己事業 逐漸消失於大眾視野 成為困在籠子裡的金絲券 最終 朱玲玲受不了霍家家規 選擇離婚 朱玲玲曾經耀影無限 在父母的疼愛中長大 開朗自信 生活優越 任何金錢都無法入了她的眼 在參加香港小姐選美比賽時 她在一眾美女中殺出重圍 吸引了眾多目光 霍振廷看過朱玲玲後 立馬和她當時正在交往的女朋友 何超英分手 此時朱玲玲獲得了香港小姐選美大賽的冠軍 霍振廷對朱玲玲一見鍾情 開始費盡手段追求朱玲玲 從小生活優越的朱玲玲不是那麼好追的 所以當時霍振廷追求朱玲玲花費了一番心思 9個月的時間 朱玲玲便答應了她的求婚 霍振廷的地位和朱玲玲港姐的身份的結合很是耀眼 朱玲玲的身份從港姐變成了豪門太太 大家都認為朱玲玲嫁得好 嫁對了 朱玲玲當時也是這麼認為的 可是好景不長 霍振廷比朱玲玲大了14歲 兩人的種種生活習慣都不一樣 朱玲玲喜歡攝影 爬山等運動 而霍振廷對這種東西毫無興趣 沒有共同語言的兩個人是無法快樂地生活在一起的 而這些愛好是比朱玲玲大了14歲的老男人 霍振廷理解不了的 她甚至覺得這些活動是上不了檯面的 拿出去會丢她的人 年齡的鴻溝無法逾越 倆人的代溝出現了 朱玲玲曾經認為霍振廷這樣做是因為霍家老牌家族的臉面 於是曾經向霍振廷提出可以分家 倆人自己出去打拼 然而霍振廷一直把父親霍振東視為自己的偶像 她對父親是那麼的崇拜 她怎麼會放棄這棵大樹自己獨自打拼呢 最終這件事情不了了之 也讓朱玲玲寒了心 朱玲玲是一個外向的女孩 注定無法忍受一輩子被困在霍家這個大宅院裡 她有了不同的想法 她想做出一番事業 於是她瞞著霍振廷在英國和姐姐開了一家珠寶店 她以為珠寶店開在海外 霍振廷不會發現 即使發現店面沒有開在國內 對霍家的臉面也不會有所影響 但是 有媒體曝光了這件事 霍振廷很是不滿 認為霍家的兒媳婦在外面開店 外面的人知道了以為霍家養不及她 最終逼迫朱玲玲放棄珠寶店 甚至朱玲玲參加活動想穿戴霍家首飾 竟然被管家告知要打戒條 朱玲玲因為與霍振廷矛盾加深 加上兩個人的生活更加不和諧 朱玲玲渴望像飛鳥一樣自由的日子 而不是現在這樣被禁錮 什麼都不可以做 1999年 朱玲玲遇見了曾經和霍振廷一同對她一見鍾情的羅康瑞 但是 那時的霍振廷地位很高 羅康瑞在追求無望的情況下 選擇了放棄 後來羅康瑞發奮圖強 現在也有了和霍振廷一較高下的機會 她不再準備放棄 準備栩栩圖之 慢慢和朱玲玲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2000年霍振廷出軌侯玉玲的消息蒲田蓋地 被港媒大肆報導 朱玲玲因此丟尽了臉面 最終和霍振廷離婚 轉身嫁給了羅康瑞 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 朱玲玲雖然遭遇了挫折 但是最終也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幸福 羅康瑞是她最完美的歸宿 也祝她餘生幸福 由此可見 對另一半的選擇很重要 為什麼朱玲玲就要像金絲雀一樣待在霍家 而郭晶晶卻可以高調出現在眾人面前 歸根結底是因為霍振廷不愛朱玲玲 而霍啟剛愛郭晶晶 還有自己對自己清晰的認知 對自己未來明確的規劃 要擦亮雙眼 選對真正適合自己的另一半